对于第76届世界卫生大会再次做出 不将涉台提案列入大会议程的决定 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表示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第76届世界卫生大会的有关决定再次表明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 是人心所向 大势所趋 不容任何挑战 民进党当局既不承认 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 又图谋搞所谓涉台提案 违背国际社会共识 必遭反对 奉劝民进党当局立即停止 在世卫组织涉台问题上的政治操弄 任何挑战一个中国原则的行径 都不得人心注定失败